美國保守派媒體《國家檔案》1月26日披露 據信來自美國總統喬·拜登之女艾什麗的日記 驚爆艾什麗認為自己在兒童時期遭受性侵 而且與父親一起有個數次可能不適當的共辱 現年39歲的艾什麗是拜登與第一夫人吉兒為一的掌上明珠 因曾持有大麻、吸食可嘉欣等醜聞在去年大選前成為熱點話題 《國家檔案》獲得這份日記長達112頁 據稱寫於2019年,詳細記錄了艾什麗本人的浪漫情史、 破裂的婚姻、與毒品和性癮的抗爭 以及與父親的不當行為 日記從紀錄佛羅里達州的一家戒毒所開始 還談及了他父親競選總統時的家庭生活 為保護個人身份進行了有限的修訂之後 《國家檔案》26日公佈了日記的完整版 日記中一些被受關注的內容包括 艾什麗認為自己在孩童時期受到了性侵 與父親有個數次可能不適當的共獄 艾什麗也對其父親拜登在金錢、控制和情感方面進行的操縱 表達了心心的不滿 他還在日記中持續幾個月提到自己在和藥物濫用作抗爭 日記的某些聯絡還顯示了艾什麗對哥哥亨特 在好萊塢250萬美元的新居可能會帶來醜聞的恐懼 《國家檔案》在報導中說 提供日記的這名爆料人同時持有一份據稱是艾什麗的錄音 他在錄音中承認這些日記是其本人所寫 爆料人還聘請了一位不職專家來驗證這些日記是否全部是艾什麗親筆 爆料人也向《國家檔案》提供一份錄音 詳細講述了自己為驗證日記真實性所做的工作 報導透露,這個爆料人擔心僱用他的媒體組織 不會在選舉日前的最後幾天發布日記內容 相較於前任第一千金伊凡卡,艾什麗行事低調 沒有公開的Interngram帳號 僅自拜登參選起才較常露面 而且艾什麗本身與他哥哥亨特一樣有毒癮 1999年曾因藏有大麻被捕,但沒有被定罪 他2002年又因妨害公務被捕 2009年,當拜登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時 艾什麗用紅色吸管吸食股膜的影片曝光 但他的爭議行為多年來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 他其後致力於發展社工事業,並創立慈善服裝品牌 多謝你們收看這次時局新聞,再會!